MING PAO CANADA! 瑤瑤今天上的节目谈论主题 为如何应对性骚扰 在节目上她先是分享到 曾经有位男工作人员 一直盯着自己的胸部 还跟她说腰不好圆好大哦 甚至还会想透过条麦来触碰她身体 最后又分享到她对自己的身影 真的非常没有自信 甚至会觉得很难听 而某次在一个工作场合 就有一名男子对另一个男生说到 声音这么难听 叫床的时候应该也很难听吧 随后孩子以为幽默的模仿 当下瑶瑶也告诉自己 可能只是玩笑话 但也造成自己蛮大的阴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